唐文龍、何珮瑜來到電台宣傳電影《不二之戰》 這部電影已經是兩年前拍攝 他們都說有點忘記劇情 不過最記得就是舞打場面 劇組想要女性男性對打 不是拳館道路 想有一種異猶子 有點像遊術去對打 所以之前我們全部女演員都要去訓練 做好前期的訓練 兩個月 但你說耳猶子剛其實你們不要游 是嗎 是呀我跟她打的時候你一點都不游 再加上你又扭靈動作又夾又跳 因為我對你只是不要游 但我對你黑手 是嗎 何珮瑜說之前都是性感女神 一下子轉型做打女 她受傷會不會很無關 因為難免我們之間 因為始終牽涉到遊術和對打 大家會有疏膠的情況 一定是很難去控制 其實Michael已經很保護我 但那一刻一定要把我打下來 是要拍的 所以電影都要吃幾下 然後刮沙半個背部 就腫了 對 掛了 另外一半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就到她 立不有時間了 我覺得是暴力了 趁我自己還動得走得打得 那就拍吧 對 遲些沒機會 這個應該是我說的 對 拍得就拍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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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可以這樣播放 我謝謝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